德国收入差距小,蓝领待遇高,就算刚进新员工,生产线上的比做办公室白领工资高都很正常,劳动强度低。 德国劳动合同,一般一周35至40小时,每天工作不能超过10小时,也就是最多加班两三个小时。 我留学打工时,有的人想要多加班都不行,法律保障严格执行,员工的假期,劳动时间等等都能得到法律保护。 没有哪个雇主敢顶峰作案,否则举报损失巨大。 城市小,德国两万人就叫城市,十万人开始就叫大城市Growsted,至今只有四个百万人城市。 其中,科隆不过几年前,才刚达到101万人口,连著名的法兰克福都不是。 这种情况下,年轻人换个工作,往往就要换一座城市了。 而有家庭的可没法轻易换城市,虽然德国人租房居多,很多人坐火车上班,周边能工作的工厂就那么几个。 想换工作可不容易,不是愿意干到退休,是不得不干到退休。 德国的领取退休金的法定年龄是65岁,缴纳法定退休保险满45年。 何以63岁就领取全额退休金。 不只是工人要干到这个年纪,大部分行业也是。 公务员另外说,而且公务员拿到的退休金也很可观。 当然,你也可以选择提早退休,可是没钱啊。 理想情况下,正常一个工作,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,拿到手的退休金,只是原来工资的一半。 德国退休保险联合会,公布的数字显示,德国法定退休金水平,自1990年至今持续下降。 1990年工领买45年的退休人员,还可以拿到在职时净收入的55%,2000年这一水平,降至52.6%,2010年,则为52%,目前是将近48%,2030年预计仅为43%,德国工人在职的时候拿到的净收入乐观, 一点就按照2000欧算吧。 退休金1000欧还要交医保,年轻时没有攒下来房子的人还要交房租,真的不够花。 还有,德国社会很普遍的女性工作时间比男性短,因为有哺乳期。 家里不止一个孩子的话,有可能就是做好多年的前职妈妈,老了以后退休金更少。 所以德国工厂的工人,不是愿意干到退休,应该是愿意干到死。 就不用担心退休之后的悲惨生活了。 还有忠诚度高不跳槽。 你知道德国的环境,就是大家住在小村子里小城里,开车去某个地方上班。 如果你家方圆几十公里,就这么一个大工厂,你要往哪里跳? 不过相比较中国来说,在德国当工人跟做别的,除了高精尖行业外差不多收入。 不加班。 工作环境有保障。 获取英俊城市设计整套免费资料看主页下方。 或者转发加收藏,加关注私信小编,英俊赠送。